大家好 歡迎收看古海飛揚 台北股主今天呢 在早晩開梯去反映 去回應了上週的一個 美國股市的一個持續收跌 尤其是科技股相對弱勢 所以今天的行情 其實開梯的過程中 其實倒也不用太擔心 主要原因就是上週 我們今天預告過 這個行情台積電的修正 差不多就在這個上週的低點位置 就已經出現一個 轉折的一個指跌的跡象 所以本週的台積電 你可以觀察到 今天的盤中 台積電就是開梯之後 就向上帶 然後這個帶上去的過程中 將指數做一個整個正式的 由跌轉 翻多了 翻紅 所以台積電就是這一波 目前來看 既然台積電都已經回到了一個 支撐要轉折的位置 那當然指數的看法 你就不用太過於悲觀 那但是這是在台積電 他本身我們認為這個地方差不多 可是問題是在其他的個股上面呢 那強弱還是分得很明顯 譬如你看一下 你要去擔心的還是在像你看8046南電 南電今天還是沒有止跌 而且而且跌幅似乎比上週還要明顯 那你把時間拉長來看的話 似乎這個位置出現 這根長黑似乎不太美妙了 對不對 因為你可能會認為說 這好像是一個頭部 頭部今天做一個開高 開低之後就直接跌破了 那南電如果這樣走的話 那大家可能會認為說 南電最早下跌的滿足點 可能不會這麼快就出現了 所以南電這樣走法的話 再來像是這些之前的法輪概念股的 驚鴻有沒有也都是一根長黑的灌破 整個整個盤整的一個區塊的頸線位置 所以你看如果說最近很多這種標的 出現這種走法的話 你說市場信心能夠馬上回來嗎 當然不會 其實我舉例兩檔為例 其實好多 最近好多股票出現 剛剛做一個急措下去 把原本的一個整理的形態 或者是你做一個跌破之後 那整理的形態失敗 那就變成一個短線的一個頭部形態了 那當然市場 如果這樣的標的越來越多的話 市場信心不會馬上回來 那不會馬上回來的話 那我們就回到剛剛講的指數 今天漲 貴板指數今天也是漲 可是呢 主角就是台積電 那但是呢 它並不是代表什麼 並不代表整個全市場的全面性的 這一波的下跌出現一個 全面性的一個轉折的位置 目前來看還是沒有 那也就是說操作上面變成什麼 變成選股 變得非常非常重要 你現階段的選股的實力 選股的邏輯 選股的能力啊 真的就是考驗你的績效了啦 所以現階段你要怎麼選 待會節目中 會跟各位做一些預告 你可以朝哪個方向去選 那如果不會選的 我有開放 我們會給各位一些 算是一些活動 就是一個開放一個活動 如果你不太會選的 那你可以撥電話來 那我們有專人 會針對撥電話來的觀眾朋友 我們會告訴我們如果有佈局的時候 最新標的的買點到了佈局 我們就會通知各位 所以如果你覺得你自己操作 最近的行情選股這麼重要 可是難度卻對你來說很高的時候呢 你不妨撥個電話來 尋求幫忙 我們很樂意在買進標的的時候 同時撥電話通知你一聲 那你可以接到電話之後 照著指示 直接進場買進 同步跟我們同步買在最新標的 轉折確認點的位置 那時候我們叫轉折確認點 長期看我節目的都知道 這一波的行情 台北股市這一波的行情 其實你要挑到市場最強的標的 真的不容易吧 對不對 可是我們挑到了 我說而且是在這個產業的龍頭 來 1月5號這一天 我們告訴各位說 你看有沒有上來了 那我說過了 成本拉上來了 我就跟各位報告 你看這個標的 我們在什麼時候買 你當初是跟我們在77塊上下 就是所謂的一個轉折確認價位上下 這個區塊買的人 到當時我跟你公開的時候 已經84塊 9塊85塊 那我就算我跟你公開了 你也不見得認為 他會是本坡最強 為什麼 因為你會說 富財 富財很久沒有漲了 然後呢 你們會認為說 他他會像 他會這一波直接漲很強 是一波上去嗎 很多人質疑他啦 那畢竟股本也六十八點五億 大家認為說會不會籌碼 稍微重了一點 可是我告訴各位 有時候你們想太多了 超多股票 真的不要想那麼多 股票看的是一個方向 我今天我竟然在轉折確認點 確認了我去買了 就表示我認為他的方向 已經有原本的向下這個方向呢 已經正式的轉折走這個方向 那既然你轉折走這個方向的話 我就是賺一個方向 賺這個方向的行情嘛 那你要怎麼走 我們不預設立場 你要連續強攻 我我我非常樂見 對不對 你要一步一步的向上爬樓梯 我也很開心 因為什麼 因為重點是方向確認 方向確認是我們所操作的關鍵 我們做的就是一個方向 我在這裡買 是因為他告訴我 這堂股票的這個方向 已經改變成這個方向 所以我們出手買進 這個位置叫做轉折的一個 買進轉折的確認點 那他好在哪裡呢 產品2022年 全球的需求倍增嘛 什麼產品 miniLED miniLED在2022年 就今年全球將進入所謂的 miniLED需求的主身段 那全年的需求 相較於過往是呈現倍增的 而且對負財來說 今年還會再增加產能 所以呢 其實他今年整體的營收 會再持續再樂觀看待 好啦 所以他今年是 在現階段來看 全年 非常非常前景 非常非常樂觀 看產業的一個 前明朗度非常高 好啦 之前經過修正之後 修正到市場 對他已經沒有什麼期待了嘛 那市場對他 沒有什麼期待了 也就是說 大家比較不會去 在意到他的時候 比較不會注意到他的時候 反而他的機會 反而就來了 股票永遠都是這樣子 你之前怎麼走 走到讓大家不想買 認為他不會漲 那就基本上 如果轉折確認點 一確認到了 那你就趕快去買 因為他的籌碼絕對是相對安定的 好 然後呢 1月6號又再創高 然後呢 1月7號他繼續創高 你看 就這樣極度爬上去了 每天都拉紅K 每天紅K 紅K 可是你看 最近的大盤呢 最近很多的股票的走法呢 跟他是什麼 剛好相反 所以你說 他在漲什麼 你說他跟基本面 沒有關係嗎 絕對有直接關係 他漲的就是 miniLED2022 他是主流之一嘛 所以他告訴你一件事情嘛 現在市場 你說 可是我看到很多的 GEO股啦 這重挫 就像我們剛才講的 我們看電話畫面喔 就像我們剛才講的 南地你說好不好 很好啊 對不對 你說 這個好不好 好啊 然後你說 像這些標的好不好 好啊 可是最近都跌啊 對不對 這些都跌啊 最近你看 已經走一波下來了 對不對 那你看3189 現行呢 你看 你說這些股票好不好 你去找業績 都有前景 都不錯 都很棒 還有更多案例喔 很多很多案例 最近都下去了 好 那你說 那代表基本面 你看好像不是在走基本面 基本面好的公司都跌啊 都重挫啊 如果你這樣思考的話 那就錯了 為什麼 因為你剛才跟我講 這些基本面很好的公司 都漲過了 他會這樣 他現在 他最近開始跌 你要去思考 那會不會是 市場 的資金 開始去找尋 現在開始走上去的 產業開始向上爬的 新的主流要一個一個出來了 因為他們 他們反映過了 反映過的市場好像不買單了 不買帳了 不做了 或者是籌碼 因為反映了 反正一大一波又一波之後 籌碼越走越高 越來越 越來越鬆散 所以你說叫主力啦 大戶啦 十戶在階段再去拉抬 再去買進 那到底你未來的EPS 到底要看多好 已經已經 是不是已經見頂了 那如果這些你們所謂的好公司 EPS大概預期的值 就是大概差不多在這附近了 2022年 今年也不可能再有突破的話 儘管你維持在高檔 可是你還 難以再突破的話 那很抱歉 股價就修正了啦 股價永遠先說話的 股價永遠會告訴你 我為什麼先跌 你在現在告訴我 你講不出原因跟理由 為什麼跌 我不知道 反正基本面很棒 那為什麼跌 你不知道 可是你在陸陸續續 你看到2022年 未來回頭一看全年 未來為什麼現階段漲不動 為什麼先跌了 原來是有可能 它的一個EPS 全年的漲望 或許還在高檔 可是呢 很難再突破了 那就代表什麼 你成長期 好像虛緩了 那成長期趨緩了 儘管你每年的獲利 還是這麼棒 但是股價會先下去修正 股價是走未來的 你知道嗎 所以你絕對不能夠說 因為這些標的好公司都跌了 所以代表這個市場 現階段脫離基本面了 就是大家一起亂跌了 並沒有 那所以它會漲什麼 漲是漲現在開始上去的 把它找出來 那第一個就什麼 miniLED 那miniLED真的在受惠的是誰 就是它 就是我跟你講 富財 所以你說這個市場在漲什麼 你說這個市場脫離基本面嗎 它沒有脫離基本面嗎 它還是在走基本面 然後呢 今天1月10號禮拜一 我們的富財 又再繼續創波段新高 今天又創新波段新高了 那走到今天你看 今天你看到報章媒體 分析師 全市場都在喊什麼 喊多miniLED了 當你今天看到全市場都在喊多 miniLED的時候 你有沒有想過 我什麼時候跟你講的 然後我們什麼時候買的 我們是不是買在最源頭 有沒有 我們要從頭開始賺上去 這就是我講的 我們做的是一個轉折 我們做的是一個方向的確認 到今天 持續創新高之後的今天 全市場都在喊多miniLED 我們提前買在轉折確認點 有沒有 持續累積波段獲利 我們是從頭開始賺 因為從頭開始賺 才能賺最多 你看到今天 每天都在向上爬 向上爬 向上爬 那再回頭看看 我們買的位置 越來越遠了 有沒有 距離我們當初買的位置 已經越來越遠了 剛開始 然後一天一天的向上走 一天一天的向上爬 然後到今天再創波段新高 已經報到這邊來了 miniLED是本波最強的 長什麼 長基本面 這是完完全在長基本面 所以你說法人目前的 法人的資金 他會朝哪個方向走 當然是朝這個方向走 當然是朝miniLED 這個方向去走 因為法人也知道很多標的 法人差不多就是這樣子 我今天如果 你假設你 你去年賺八塊 我們預期你今年可能賺九塊 或者八塊半 很抱歉 我不見得再買了 因為你的成長 代表你的成長怎麼樣 我原本前年 EPS三塊 去年跳八塊 我買不買 我當然買啊 對不對 好啦 那再來呢 八塊就算跳十塊 賺一個股本 很抱歉 我不買了 為什麼 我三塊跳八塊 八塊跳十塊 我不買 為什麼 成長趨緩了 就算你之後每年都是八塊 九塊十塊 很抱歉 你就是這樣子的 有沒有 那個爆發性沒有了 沒有爆發性的股價就休息了 就這麼回事 所以你千萬不要跟我說 為什麼最近很多好股票都跌 就是這樣子 你告訴我二零二二年你要賺幾塊 你的成長性相對於二零二零到二零二一的成長性 跟現在二零二一到二零二二的成長性 有沒有有沒有趨緩 如果有 你股價為什麼能夠再創高 對不對 你股價的爆發性 為什麼能夠繼續這樣爆發 沒有理由 所以法輪怎麼做股票 很簡單嘛 誰的年度的成長性的預期會爆發的 miniLED的全球需求量 倍增的是今年 那什麼樣的受惠 誰受惠 把它抓出來 所以這種標的 你說你做產業研究 做足之後 你不去等買點嗎 對不對 所以又回到實戰交易了 又回到實戰交易 我說了嘛 你產業要不要研究 要啊 可是你產業研究完之後 你發現有潛力股之後 請問你什麼時候買 又回到我講了嘛 第二個步驟 等買點 等什麼買點 轉折確認的位置才出手 富財就是這樣 追蹤他 等待他等什麼 等買點我出手 那一般人不是 一般人就是做 駐足產業研究 然後呢 什麼時候出手 看心情 有時候我就覺得 真的是看心情 所以你看 一般人 所有人都在做產業研究 可是 miniLED的 像富財 今天你看 爆章媒體打開來 都是講他利多 講他好 講miniLED產業前景 如何如何 好啦 你們之前做出產業研究的人 難道你們現在要去追嗎 那我覺得你們做產業研究 就白做了 對不對 你做好產業研究 你知道miniLED 收回的是富財 那你什麼時候買 你都沒買 為什麼 因為你之前看他都跌嘛 所以你們根本認為miniLED的負財 不會漲 儘管預期他很不錯 今年很有機會 但是你們都沒有出手 好啦 當我們出手的時候呢 這些人都沒有買 然後呢 我們出手 轉得點到了 我們出手了 好啦 一天天上去 一天天的上去 每天都在創高 到今天還在再創高 而且今天創高的同時 全市場都在喊多miniLED 你看 所以呢 所以你同樣有做 產業研究的研究部 等等的其他的 其他的一些團隊 可能在今天就跳進去了 可能就今天跳進去了 那你們今天跳進去的人 跟我們在買的人 你看差多少 差了一大段 我們七字頭就買了 現在已經九十五塊多 快接近一百塊了 七十幾到接近一百塊 差了這麼多 這個就是我們跟市場 一般人差距就這麼遠 新聞利多 什麼都出來了 研究報告 什麼都丟出來了 很抱歉 當你們要去買的時候 我們早就在大賺了 那我在講負財的時候 可能很多人看一看 沒感覺 甚至不認同 對不對 甚至認為說 你看大盤在跌 負財兩天後就下去了 漲一天就下去了 很多人這樣看待的 很抱歉 這個市場 他在反映的是基本面 他在反映的是基本面 所以 該漲的就繼續漲 他反映的是他的未來 好 那請問接下來呢 miniLED的負財上來了 那接下來呢 你可以選擇繼續去追miniLED 我沒意見 當然你也可以選擇 我要來抓像miniLED一樣 2022年開的一樣很好的 成長性還是相當強的 我要買這種位置的 有沒有 有 接下來請你注意 可以注意的是某個產業 這產業不能講出來 接下來你要注意的是某一個產業 這個產業的訂單的能見度 訂單的能見度已經看到2023年的第二季 有一個產業的訂單能見度已經看到明年 現在才今年年初 對 你沒有想 我沒有講錯 已經確定看到明年的第二季 上半年 我都看清清楚楚了 單則都接不完了 什麼產業這麼旺 什麼產業這麼旺 然後股價沒有漲 然後已經慢慢慢慢一步一步走入了 轉折的確認價位區間 現在可以買他的 因為他們準備轉折向上新方向的 什麼 所以你沒有跟到miniLED的 有沒有 我說你當初 我說我都說人人都有機會 你就撥電話來 撥電話來有得到通知的 現在都大賺 那之前沒有撥電話來的 那請你今天撥電話來 你撥電話來 你不是要你去追這個 而是要你買最新的 最新的這個產業 訂單能見度看到明年第二季了 現在準備進度像這種位置的時候 你要不要買 如果要買的 那今天我們專人會通知 買進 明後天 明天後天 如果確認了 我們出手了 請你接到電話的時候 趕快去買了 趕快去買 想買進的 同步買進的 請你直接撥電話 請你直接撥電話 我們待會兒再回到節目現場 大家好 歡迎回到節目現場 所以行情走到現階段這個位置 基本上你會放到線 就像我剛才講 就是說你千萬不要誤以為 這個行情走到現階段 它脫離基本面了 那些基本面好的 東東殺下來 所以這個行情 它沒有在走基本面 你千萬不能這樣想 為什麼 第一個我們看龍頭 全資庫裡面 基本面最強的 全世界都在看它 台積電 台積電你說它不強嗎 是它代指數創新高的 有沒有 它上來 去挑戰一年前的高點 如果它這一次再一次挑戰 把六七九過去的話 它又再創歷史新高 你說它強不強 整理一年 在這裡區間 整理一年之後 整理一年之後 表態上來的標的 OK 所以你說台積電 是怎麼強 強 那為什麼台積電強 因為基本面強 所以你不要跟我說 這個行情沒有在表現基本面 那它只是問題是 現在會表現基本面強的 股價強的公司 要有一個特色 什麼特色 就是我今年2022年 甚至到明年2023年 市場對它的預期的成長幅度 還是比較相對仰角 比較陡的 你要相對仰角陡的 這種成長幅度強的 你才有機會持續吸引到 法人的資金進來 實戶的資金進來 股價持續拉升 拉升上去 所以台積電 就是屬於這種 好啦 那既然台積電跟你講 我就是走基本面的嘛 它還是在走基本面嘛 那你就把它挑出來嘛 什麼樣類型的標的 就符合我剛才講的 成長幅度強的 那就分幾個產業去看了嘛 幾個產業去看 那幾個產業裡面就會有 比較重點的標的 黑馬的把它挑出來 好 那就很釐清 就很簡單了嘛 你就不會一直繞著說 你就不會跟我說 為什麼它跌 南電為什麼跌 對不對 你就不會一直跟我討論 這個問題的 星星為什麼一路下去 對不對 因為你看 它不是 它 它長這麼多了 了解我意思嗎 它長這麼多之後 你要繼續長 可以 你成長幅度拿來給我看嘛 對不對 你交成績單給我看 你告訴我 你2022年的成長幅度 可能比2021年 跟2020年相對的幅度還要強 我讓你繼續長 對不對 我讓你繼續長 問題是 如果你交不出成績單 你交出來的成績單 告訴我 你2021到2022年 全年的成長幅度 相較於2021年的年增 成長幅度 是相對弱的 轉弱了 那你要我支持你股價 那找到哪裡去 市場看的是未來啊 那股價會先說話 市場在看未來 那會反映在股價 我今天我看你這樣 這家企業 今年可能成長幅度 可能會向下走囉 儘管還是很 EPS還是很高 很棒哦 接單還是蠻窄哦 可是我覺得你今年賺的錢 可能成長幅度比較 跟去年差不多相當了 那我就先賣了嘛 對不對 那我先賣 那大家都知道了都先賣 懂的人都先賣了 股價就先休息了嘛 那所以為什麼股價走 股價看的是未來 反映未來 因為懂的人 他會先做動作 照成股價先跌 那不懂的人呢 就說啊 他怎麼可以先跌 你公司這麼好 怎麼最近還這麼弱 因為不懂的人占大多數 他們就會弄說 他沒有走基本面 你基本面這麼好 為什麼還跌 這個行情 這個市場不能做 很亂 基本面好了都不漲了 是嗎 不是哦 是懂的人知道賣什麼 要把資金拿去買什麼 那懂的人把資金拿去買了 現在成長幅度要強的 那你還不跟著去找成長幅度強的 你還在抱怨 抱怨那些成長性 公司很不錯的標的 為什麼股價跌 那不對啊 你要跟著懂的人走 你就會每一次都預先先做好 布局的準備動作 就像這一次的負財 我帶我客戶在買的時候 客戶都會一直問為什麼買負財 為什麼 因為他們印象LED族群都不太會動 好久沒漲了 更何況你還買68.5億的大支的負財 對不對 可是你看 在行情大盤狀況不明的時候 拉回的時候 我們的負財卻是全市場的指標中的指標 miniLED 那現在除了miniLED之外 還有什麼樣的產業成長性很強的某個產業 它的訂單能見度已經看到明年 是明年的第二季 位置如果來到這個位置 你就要同步買進了 如果你有興趣要同步買進最強的基本面產業的話 請你撥電話 那撥電話之後呢 會有專人帶著你同步跟我們會員一起買進 請撥電話 想要跟著同步買進的 直接撥電話 我們明天再見 拜拜 拜拜 拜拜